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前边我们用了八讲的内容 向大家介绍了总的如何去研究抗日战争期间 这个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德国 当时世界上主要的五个国家 对中国的关系在抗日战争上作用 当然顺便要研究这些国家 在同一时期对日本的关系是什么样子 那么抗日战争确实不是 仅仅的局限在两个国家范围内去谈 那么我们对这段历史又该做何总结呢 因为前面我们进行了总论后边分论 在这里呢我就总结两点 其余不再赘述 第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们今天看待很多问题的时候 其实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视角 比如说抗战胜利阅兵 跟中国关系最密切的美国居然没有派人 我们说的是这个元首啊 不是那种外交官级别的 居然没有派这种元首 哪怕是副总统来华 那么反倒是考虑到日本的感受 那么采取了很多种办法 甚至不希望周边一些国家 像韩国的元首来中国 美国会很不高兴的 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 这一系列的事件当中 当年呢 曾经对中国 这个也可以算损害非常大的一个国家 造成我们抗战赢得不完美的苏联 它的继承者俄罗斯 这个总统普京 成了这个第一号贵宾 而且呢 阅兵来了很多 不参加抗战的国家 我们看到啊 比如说像什么巴铁啊 我们的巴基斯坦等等 没有参加过这次战争的国家 所以呢 我们发现今天我们讲的一切历史 都是出自于我们当代人的视角 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更需要拨开云雾 看到历史 它的真正面目 当然了 在这方面研究上 我们都是盲人摸象 我给大家介绍的一到八讲 其实也是摸到大象的一条腿 或者摸到大象的一个尾巴 可能咱们同学还会摸到耳朵 摸到鼻子 摸到大象的躯干等等 只有把我们这些人摸到的全部拼接 才能叫真正的大象 所以这也都是一家之言 那么仅供大家参考而已 第二个问题 我们要说的是 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既然从当代视角出发 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呢 我倒是觉得 一个国家首先要自身强大 这样才可能在国际上赢得地位 我们看抗战期间对中国 有没有机会 有 我们很难抓住 或者说抗战期间在中国 我们有没有彻底的翻身的机会 这都可以说是有的 当然我们很遗憾了 没有抓住 反倒是一些国家 像俄罗斯在这个新疆问题上的制造问题 制造纠纷 这个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制造纠纷 法国呢 江河日下 印度支那也给咱们找找麻烦 德国在关键时刻抛弃中国 选择日本 那么美国犹犹豫豫 甚至在最后抗战之前 胜利以前还要签亚尔塔协定 我们的实力问题 再一个 一定要在国际上 咱们能够找到我们的朋友 我们单打独斗是不行的 这几个国家虽然说也有各自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 多多少少的对中国抗日战争都有帮助 那么我们一方面要明确 国家的利益坚定 不可交易 必须严格捍卫 同时呢 我们要也要区分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国家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 另外呢 这些国家也有那些令人尊敬的 这些共产主义战士 国际主义战士等等 国际友人 对我们提供过帮助 好了 那么站在今天的角度 争取把事情做得更好 这恐怕就是我们 录制整个这次 八讲抗战专题的一个初衷吧 不管怎么说 这个内容即将结束 在本次专题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不忘初衷 能明白 我们将来以后是要振兴中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那么温故而知心 通过了解这些知识 我们能够从中收获到一些相关的经验教训 为我们未来的工作做得更好 做准备 这就是我们录制这个八级系列的 抗战专题的初衷吧 好 非常高兴 感谢各位同学的一路陪伴 感谢万门大学 对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好了 谢谢大家 以后我们见